家庭业巨头松下集团Panasonic将关闭在马来西亚的部分生产业务 届时数百人将会失业 根据大马松下公司的年度报告 在过去五年大马松下公司共解雇了689名本地职员 并将392名外籍职员送返远吉国 但在2020年为本地职员提供63个新的工作岗位 公司内部人士告诉当今大马 位于马六甲的松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将在年尾关闭 工厂将迁往中国 届时将有500名本地职员和95名外籍职员被解雇 据了解 如否松下ABC网络有限公司正在安排在年尾关闭 但目前还不清楚会有多少工人受影响 松下关闭部分大马业务进行重组 究竟会为大马带来什么影响 进行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了解详情 并以实际行动付费支持独立媒体报道优质内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